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聊天室 我是杨阳 我是卓贤 最近呢利用AI的技术 也就是人工智能修复照片呢 又火了起来 大家纷纷呢 把老照片都拿去修复 我们来看两张 这一张应该是王祖贤吧 修复了其实并不是很大的修复 但是看得出当时非常非常美 我们再来看一张林青霞的 哇 这一张真的是高清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美 我觉得在我心中 林青霞比王祖贤要漂亮 那利用老照片修复功能呢 火起来呢 同样还有林徽因 也是火爆全网这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修复有点大了吧 这一张 对我觉得完全是 而且是完全按照现在网红脸的标准 没错没错 就是没想到林徽因长一张网红脸 于是就有人质疑了 就好像林徽因确实不是长这样吧 我们来看几张老照片 这个跟那个修复的不太一样是不是 非常不一样 起码没有双眼皮 对 眼睛是修复比较大的 这个是他跟梁思成的这个结婚照 再来看看其他的 这一张是比较出名的那个人间四月天的那个书的封面图 也是他年轻的时候 非常还是很漂亮对不对 其实可以说是清秀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张比修复的一张网红照片要好看 哦是吗民国标准来看可能这个比较 对 那随着这个林徽因火了起来呢他的网是也被翻了出来啊 我记得当时读书的时候啊听过好多林徽因的八卦你有没有听说过 对因为林徽因是怎么进入大家讨论范围内肯定就是因为徐志摩 我记得这个徐志摩他是语文课文里面 对一定会有他的作品应该是这个在别康乔吧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因为讲到作者徐志摩就会 语文老师也会顺便讲一下他的周边啊八卦等等的 然后第一个会讲到肯定就是他跟林徽因的八卦 对据说当时他是因为林徽因死的 对据说是他要去仰慕林徽因很久了 然后要去听他的一个讲座 然后就上了一趟飞机 结果那趟飞机失事了 他也在这个坠机的过程中死亡了 所以可以说是因爱而丧命吧 对不仅如此那个他第一任妻子 与第一任妻子那个张又宜离婚的时候也是 据传也是因为林徽因的关系 因为他太喜欢林徽因了 在伦敦一见钟情 于是就拼命的想要跟张又宜离婚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事是第二个事是这个这个叫做金月灵 然后据说是他们有个非常残忍的三角关系 就是这个林徽因他曾经向这个梁思成坦认过他同时爱上两个人 梁思成是林徽因的这个丈夫 然后他就跟梁思成坦诚 然后梁思成那时候好像还挺大气的说 如果你更喜欢这个金月灵的话 我会成全你们 最后金月灵是为他终身不娶的 大家这个都知道 对 这个图片上这个就是金月灵 我觉得有点像 陈一炫 别说了 真有一点点 对 这个大家都 那个时候都在讨论这个民国文艺界的八卦 就是关于这个林徽因 那这张照片也是很经典的 左边是林徽因 右边是这个徐志摩 你知道中间是谁吗 啊是那个 泰格尔 对对对对 当时他们俩是泰格尔的翻译 是非常经典的一张照片 围绕他们的话题呢也非常多 除了这个徐志摩跟金月灵之外呢 还说这个林徽因在自家的客厅搞非常奇怪的party 会请很多个男人来进行这个艺术沙龙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左边这个就是金月灵 然后中间这个女孩子就是林徽因 右边这个是梁思成 哎呀就是他们这个艺术沙龙也是非常的有名 在当时这张照片呢也是非常的经典 参与他们这个沙龙的呢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有名的人 这张照片呢是从左边啊 这个是周培元 然后梁思成 陈代孙 中间这个是林徽因 后面这个高的是金月灵 真的很像这个陈一新 然后右边这个是吴有逊 前面呢是林徽因跟梁思成的两个一儿一女 两个孩子 那除此之外呢 参与他们这个客厅沙龙讨论的 还有沈从文 胡适 徐志摩等等都是大咖 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还拍过一个 这个有关于徐志摩跟林徽因的这个电视剧 人间四月天 当然是这个黄磊主演的 然后女主角是周迅 这个周迅是饰演林徽因 然后黄磊是饰演徐志摩 讲他们两个之间的一段情 好像说的跟真的似的 这个是剧照 然后呢这个张又怡呢 是刘若英演的 然后这个徐志摩的第二任太太 这个陆小曼呢 是这个我给忘了 这个叫什么 一个台湾的女艺人 我给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然后这个我们再看下一张 刚刚那一张剧照啊 这个有点太暧昧了吧 好像说的这个徐志摩跟林徽因 真的有一段情谊 对啊 这个有点误导后人感觉 这个林徽因备胎 林徽因人设崩塌 林徽因婚姻观等等这些词汇 都是大家非常喜欢搜索的这些词汇 那大家对林徽因的刻板印象呢 就是觉得它是一个绿茶表 而且还被当作是调经规序的经典案例 我们来看这一条微博啊 就是说向林徽因学习 泡各种男人 对啊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就是专门就是 特别喜欢跟各种男人暧昧啊 特别喜欢 这个搞这方面的 这个不好的案例 就像人们就一想起 邓文迪就知道 他是靠了这个踩着男人上位 这种印象 那包括这个 你记不记得刘强东 跟这个疑似受害人 这个刘静遥当时说的那句 说你可以成为下一个 邓文迪 就林徽因有一点这种意味了 我们看这一条啊 这个是 一个非常有名的情感博主叫阿亚娃娃 这有人向他提问说这个 像林徽因学习把所有的男人就是玩弄在鼓掌之中 然后这个人回复呢 这个情感博主回复说林徽因那一套只适合顶尖的美女与才女 什么叫林徽因的那一套呢 这个我感觉大家都是传闻是不是啊 那大家对林徽因的现象呢 都是非常非常负面的 所以这一期节目呢 就是让大家了解历史的真相 给这个林徽因先生证明 首先呢 我们就从那张被AI修复的那张照片开始说起啊 这一张呢 是1920年 林徽因父亲林长民 带着他游历欧洲 两个人共用西餐时候拍的 很多人就会觉得 你看这张照片 单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好像就是一个白富美 然后晒这个下午茶 然后精致摆盘 呃 发朋友圈 然后带定位的这种炫耀 很像当今时代这个网红这一种操作是不是 但是呢 在林呃 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部纪录片中啊 这一部央视拍过这样一部纪录片 这张照片出现的时候配的却是林长民的信 他告诉女儿啊 说 带他游欧洲呢 带着三个目的 第一个呢 是要他观察各国事务增长见识 第二个目的呢 是领悟学习父亲的胸怀格局 第三个目的呢 就是扩大眼光 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 也是因为这一次游历欧洲啊 扩宽了视野 林徽因呢 因此就把建筑作为终身的志向 在那个建筑学专专业啊 把女生排除在外的年代 他当时是拿到了这个 比西法尼亚大学的这个学位 呃 是留学美国的 也是非常后来成为了一名非常非常非常出名的一名建筑学家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年轻人知道 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代的建筑学家 反而很多人知道他这些风月史 是不是 那在当年的这个建古条件之下呢 他跟丈夫梁思成 带领考察队寻访测量描绘记录 当时中国尚存的这些古建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 爬得好高啊 建立起了中国的这个建筑学体系 非常非常的让人尊敬 抗战时期呢 也是拖着病区呢 东奔西走 其实当时对他来说啊 去美国接受治疗是很容易的 但是呢 他和梁思成却坚持要和这个祖国一起吃苦 也是呢 因为这个病情啊 一直拖着 所以呢 他51岁的时候就早逝了 才51岁啊 那个时候 哎 大家不记得这些 反而记得跟谁谁谁疑似暧 说他不守护道 是绿茶婊等等 那林徽因的这一些种种被污名化呢 其实是离不开一个心机girl 不遗余力的多年抹黑 就是我们图中看到的这一位 他就是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之后 娶的第二任妻子林珠 就在林徽因去世的 大概如果没记存 应该是半年左右 他就跟这个第二任妻子结婚了 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呢 大家肯定都知道 林徽因跟梁思成这一对神仙眷侣啊 应该是家喻户晓了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林徽因是早逝之后啊 又娶了这个第二任妻子 就是这一位林珠 那在梁思成林徽因 和他们的一众好友 先后去世之后啊 这个林珠就开始通过 出书的方式 疯狂的开始刷存在感 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应该是我觉得 无论是从当时来讲 还是现在的审美来讲 都是跟林徽因差好大一劫 那梁思成跟林徽因呢 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研究资料 通过整理集合出书 然后这个林珠呢 也是修修改改加前沿 一本又一本的署名 林珠著 林珠编的这个书籍 也是陆续的出炉了 其实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林珠也是经常用同一本书的内容啊 换书名 换出本书 换出版社 一版再版 比如说一本梁思成传记 他先后呢 就是改名了 大将的困惑 困惑的大将梁思成 建筑师梁思成 梁思成等名字出 出版过好几版 最后呢 就改成了梁思成 林徽因与我 于是呢 这本书才一举成为畅销书 那大家肯定都知道 谁才是销量担当啊 林珠当然是谁啊 谁都不知道 我们可以看刚刚刚那一张封面图 封面图上呢 就是左边是林徽因 右边是梁思成 所以呢 林珠是没有办法上版面的 所以他的照片呢 上不了版面 只好挤在这个书籍上 那有网友呢 就发现呢 这左右这两版呢 左边是旧版 右边是新版 这两版的书籍是不一样的 你看左边这一张呢 林珠的照片 好像是没有右边这个好看 是不是 他觉得这个自己的容貌 好像跟林荤英放在一起不太搭 所以呢 选了一张自己最好看的照片 那结果没想到 右边这个是他跟前夫的结婚照 抠出来的 结掉自己 没错 结掉自己 是跟这个前夫成应权的结婚照 那说到这个前夫啊 林珠在跟梁思成结婚前呢 还有过一段婚姻 那在这一本书中呢 林珠呢 是大吹自己跟梁思成才是真爱 然后杜撰出了很多 关于林荤英的各种 各种各种的不好的事情 被他编排的人都已经去世不会说话了 所以当年知道当年情况的人呢 还是有在世的 所以04年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啊 就有圈中的人发文来驳斥 就有这样一篇文章 是何苦怠慢成应权 这一文中呢 作者呢就直指林珠 忘恩负义 说中学学历的他 因为男友成应权 在清华建筑系任教 所以呢才得以进入清华 就是这一篇文章 那林荤英呢 看在成应权的面子上 当时呢已经病重的他 仍然帮这个林珠补习英文 所以呢林珠才能考入进修班 成为了校内的职工 后来呢这个成应权跟林珠结婚 林荤英呢还因此资助了小两口 梁思成呢也是成为他们婚礼的 担任这个主婚人的职位 那后来呢这个成应权 坚持梁思成临婚姻 保护旧成的这个观点 所以呢在后来的时候啊 被打成了右派 林珠当时啊立刻绝情跟他离婚 改嫁给恩人 林婚姻的丈夫 当初自己这个婚礼的主婚人 梁思成 成应权的侄女呢 成怡呢也是看不过眼 后来呢就写了一篇叫做 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 这篇文章 说林珠不但果断的和这个成应权 划清界限 还不让一对儿女见爸爸 文中这个写道 说这个成应权跟林珠要结婚 曾经接受林婚姻的这个资助 我们来看看上一张图片 说这个成应权坚持这个观点 所以呢被打成了右派 于是这个林珠呢 马上就跟他划清界限 最后还说呢 这件事啊 他也写到这个梁思成 林婚姻与我一书中 说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 我才感觉是一个极大的耻辱呢 说后来呀 就是被打成右派之后 马上跟他划清界限 还不让那个儿女啊见爸爸 如果孩子偷偷去见爸爸的话呢 被他知道还会挨打 这个途中呢就是成应权 长得也一表人才的嘛 那最后呢 结局是这个成应权 是投何自尽了 那那一本呢 梁思成离婚姻与我呢 还是出版了好多好多版 在这本书中呢 林珠甚至是讲到1955年 离婚姻去世之后呢 梁思成在颐和园养病 自己只身去看梁思成 还浮在梁思成肩上哭了 但是呢实际显示这个时候啊 林珠还没有离婚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林珠 与成应权还维系着婚姻 就与梁思成就是 就这样了 就感觉他们有种互相利用的感觉 其实 因为我在想啊 就是这个梁思成 他跟那个林珠再婚的时候 自己年纪不大了吧 对也蛮大 已经50多五六十了 对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爱情呢 就是应该不是 对那可能是不是有一种想要有人照顾的嫌疑呢 没错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这个 他已经照顾这个林慧英照顾很多年了 然后自己也已经年事已高了 很希望有一个人这么照顾自己 刚好这个时候林珠就非常非常的主动 嗯 局势就成功上位了 那林珠呢 除此之外呢 还杜撰了林慧英跟徐志摩的爱情故事 说徐志摩啊 为他抛妻弃子啊 等等 说这个徐志摩为去听林慧英演讲 搭那架飞机 结果坠机身亡 林慧英还让梁思成去捡什么飞机残片 挂在卧室墙上 等等等等 很多这个故事传出来 都是他说的 但是呢 其实啊 徐志摩赶飞机的真正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抛弃发妻张又怡 被家里断了经济来源 为了供养陆小曼 陆小曼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只好四处的打工 但是去过这个林慧英梁思成卧室的人呢 说也没有见过什么墙上有什么飞机残片呢 这个这件事应该是杜撰出来的 那徐志摩其实啊 确实是热烈追求过林慧英 对这个风流才子呢 16岁的林慧英呢 也是很可能是动过心 但是他知道啊 这个 这个徐志摩是有父之父身份之后呢 马上就告知这个父亲林长民 由父亲出面婉拒 当时啊 是这个 其实这个徐志摩呢 是这个林慧英父亲林长民的好友 他比林长民小10岁 比林慧英大概大10岁 就是这样一个年纪 所以呢 当时是 徐志摩是先跟张又怡结婚了 家里安排的 于是呢 他就去留学了 去伦敦 结果在伦敦呢就对这个 刚好他们不是去欧洲旅行嘛 就是林长民带着这个林慧英 刚好在伦敦相遇了 于是呢就一见钟情了 就非要喜欢这个林慧英 就想要抛弃弃子啊 就是当时这个张又怡刚好怀着孕 天哪 对啊 所以说 当时知道这个 知道这个 他有这个老婆之后呢 林慧英马上就拒绝了 而且这个父亲林长民呢 还写了一封信 我们刚刚图中看到了 接着那个这个父女俩呢 就不辞而别了 离开了欧洲 这也是明明白白 有这个林长民信件为证的 是不是 但是后来呢 徐志摩跟张又怡离婚 据传呢 是 也是因为喜欢这个林慧英 但是呢应该是单方面的 对啊就自有多情啊 你看这个16岁的林慧英 都懂得要去婉拒了 那肯定就是 那时候就没有 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没错 但是因为这个张又怡 她的人设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她是中国建国之后 第一位女银行家 而且她的就是 很优秀 很优秀 而且非常惨 就是被这个渣男抛弃 被徐志摩弄的 没错 所以呢 就是连带着林慧英呢 也才被打成了这个 有小三这个标签 但是徐志摩真是个挺渣的 那高晓松前几年呢 就想说拍这个林慧英传 这个电影 但是林慧英的女儿呢 梁再冰坚决是不同意 片中要出现徐志摩 说徐志摩其实跟我妈 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这部这个电影呢 最后也是没有拍成 那林珠杜传呢 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林慧英 跟金月琳有暧昧 金月琳呢 也是说对林慧英呢 痴痴的守望啊 终身不娶啊 等等等等 那这一段呢 恐怕也要让很多人扫兴了 首先呢 这个林珠啊 书中表示说 林慧英对梁思成 说的这番话的时候呢 是就是说他那个 我喜欢 我同时喜欢上两个人 你刚刚说的那一段 这番话呢 是1932年 但是当时啊 这个金月琳正在美国留学 林慧英也怀着孩子 两个人是怎么 就是隔着这个太平洋 怎么相爱的呢 这个梁思成还大度的放手 连孩子也不要了 是不是 此外呢 金月琳好些年呢 其实都有一位 同居的外国女友 就是在美国的时候 后来呢 还传呢 一度跟这个彭德怀的 小姨子谈恋爱 说他有这个女朋友 一箩筐 就是所以哪来的 这个终身不娶呢 他可能确实是没有娶 但是他也不一定就是 终身都一直痴痴等候了 这个这个林慧英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左边这个就是金月琳 此外呢 金月琳其实还澄清过啊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 太太的客厅 太太的客厅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冰心跟钱中书都有提过 钱中书的 我记得那本小说叫猫 还是叫什么 里面有提过 这个太太的客厅 非常的有名 冰心呢也是因为非常忌妒 林慧英 所以呢也写过小说 写过文章来这个 抨击这个太太的客厅 但是没有说明是林慧英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林慧英 那大家都知道是暗指林慧英了 那每周的这个 他们的沙龙聚会呢 是在金月琳家举办的 而且呢这个当时呢 金月琳是单身 但是啊 林慧英跟梁思成呢 还有金月琳三个人 确实是好朋友 梁思成跟林慧英的儿子 梁从介 就是这个儿子啊 在母亲去世 父亲另外再娶之后呢 就住在了金月琳家里 为他养老送中 这个 真是不太容易啊 那梁从介呢 是最后没有读这个 没有遵从父母的这个愿望 读建筑学 最后呢是读了历史系 最后呢是当了云南大学的 这个历史系的教授 后来呢成立了一个 呃工艺小组 也是为中国的环保事业 做了不小的贡献 反而这个林珠的儿子林哲呀 是 嗯据说是没有上过大学 工作了也很简单 在国家的一个机关单位里 给别人开车 这个啊是林珠 就是已经年 就年纪很大了 然后在网上 发导这个言论说 跟死人吃醋有什么劲呢 其实我们没什么可比性 够不着他 说这个林灰音 这个有点真的很过分了 而且他各种上节目 这个是北京台的一个 应该是 一零年 一个 还是前一零年还是一六年 拍的一个节目 就是说我和梁思成 他上节目呢 非常非常用 不好的语言来抨击这个 林灰音 说他不是一个好太太啊 不做家务啊 不做饭啊 什么的 大家归宿 要什么做饭嘛 这也不好消费一个去过世的人吧 没错 各种采访中说这个林灰音 不好啊 但是呢 他却没有半点实锤啊 这个成应权呢 也就是这个 呃 林珠的前夫 成应权的侄女成怡啊 就是在之前那张 那篇文章中呢 就写到说这个沈从文 曾经说过 林珠就是爱钱 嗯 其实后来啊 林珠除了将这个梁思成 林灰音留下的资料 整理出书 消费他们俩之后啊 还把这个手稿 照片 书画 善面 甚至他们买的股票 批改的论文 梁思成的毕业证等等等等 能卖的全都拿去卖掉了 他真的非常功利主义 从出书到这种 最后 你看自己年就这么大 还一直上节目 就真的 对没错 其中就有 包括图上的这一幅啊 是加德14 14春拍的时候 这个这个画呢 这个梁思成会的圣索菲亚教堂画稿 最后呢 也是卖出了60多万 嗯 他真的是消费他的王夫 以此为生 而且还有网友整理了一个清单 有好几页 是一个豆瓣网友叫豆芽 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 你看这些全都是他卖梁思成的东西 嗯 这都是几万几万几十万几十万的 每一项他都列出来了 出处以及值多少钱 真的是靠 靠消费为 消费他们为生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可耻 嗯 但是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看这些诋毁林慧英的八卦故事呢 反而不去关注他的这个为这个建筑史做出的贡献呢 那肯定就是八卦东西大家就是知道是传闻 可是就有一种到底是真是假 我还是要看一下那种八卦的心里在 那这种东西就掩盖了他真正的贡献吧 对确实是 但是把这个林慧英打成这个不好的标签呢 包括把他打成这个小三标签交际花的标签呢 除了这个林珠之外呢 大众其实也做了不少贡献 大家去传播呀去不断的去改写呀发酵啊 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 是不是因为大家就喜欢消费这种小三文化 大概就是对啊 可能大家觉得自己现实生活中做不了东西 可以投射在一个这样的文学 可以称得上是巨匠的人物上面 文艺女青年 那种fantasy就会让自己觉得很爽 疯狂的踩他 就是他毕竟他比较完美 比较是一个女神般的存在 大家看不过演于是就 把无限的把他污名化 但是我觉得很不公平的是 大家为什么没有质疑过他真实性 就没有去想一下 这个故事的来源是哪 如果他们知道是灵珠 然后知道灵珠的为人的话 应该就不会这么相信 对其实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些文章啊 早就已经出版了 但是大家都 这些出版的文章 为他就是洗清这个冤屈的文章 反而没有传播开来 反而是他这些 金月灵什么终身不娶为了他 然后这个 还有很多这些故事啊 大家都津津乐道 这个后人呢 后人还把这个灵魂音的 这个AI修复的这张图片呢 然后传播开来 就好像把他这个大意凛然的一腔热血 简化成一段暧昧不明的风月往事 哎真是挺可惜的 嗯 那这一期的聊天室呢 就聊到这了 如果你也知道他们的往事呢 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讨论 给我们节目下方留言 那大家也记得订阅明镜聊天室哦 我是杨阳 我们下期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明 明镜火拍 Peacebook Peacebook